88秒韩国料理 特有克力 88秒韩国料理做法第7颗呢 今天的料理就是 用辣白菜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美食 其中泡菜汤是最代表性的料理 今天的主料到底是什么呢 泡菜 猪肉 蒜泥 洋葱 大葱 辣椒粉 姜油 好 料理开始 先把蒜泥和猪肉一起翻炒一下 5分钟左右 加入泡菜和洋葱后 继续翻炒 差不多1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泡菜炒满的话 加点水吧 开锅后 加入辣椒粉 姜油 大葱 还有 你可以加入香肠 经常用罐筒 方便面等等 制作独一无二的泡菜汤吧 OK了 88秒韩国料理泡菜汤做法结束 请慢用 ха 请慢用 Jas 에 适考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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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n 什么 어떻게